中俄之间的戒河黑龙江 原本因水色发黑而得名 如今却化身白色的冰河 冰层最厚处可达2.5米以上 低至零下40度的严寒 不仅把空气中所有的水分 都凝结了起来 甚至还改变了雪花的模样 由此形成的雪花 不仅细小而且异常蓬松 这就是当地人口中的小清雪 风雪过后 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 袍子是黑龙江江畔的常驻居民 森林中又有了一丝活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乌苏里浅滩 袍子的目标就是 残留在雪地上的豆家 这里的冬季 已接近他们的生存极限 一旦遭遇更极端的天气 就有可能动恶而死 同样安家于此的 并不是只有袍子 附近的树林里 就生活着中国个头最大的一种野猪 东北野猪 成年野猪身长近两米 体重可达三百千克 它们皮糙肉厚 攻击力甚至盖过了老虎和棕熊 令人闻之色变 不过一旦入冬 致命的低温 才是所有动物都无法回避的敌人 为保护自己的孩子 野猪妈妈还必须掌握清理积血 建造临时营地的技巧 在这里 它们只有抱作一团 相互取暖 才有熬过寒冬的可能 一月 大兴安岭西侧 呼伦湖已完全冻结 急速的冻结过程 产生出巨大的硬力 竟把冰面挤压得破碎不堪 大量崩裂的碎冰或散落 或堆积或迎风处理 犹如灾后的废墟 触目惊心 这里的冰层 平均厚度已超过两米 白色的心血 会在凹凸不平的地方 堆积出神奇的图形 成规模地凸显在湖面上 这是中国北方最大最厚的一块冰 强力寒风能在短短几天之内 就把整个湖面都给定住 每到这时 中国最大规模的寒冰艺术展 就正式拉开帷幕 一块白雪环绕的尖冰 光滑如镜 犹如宝石 不远处 一个圆形的冰盖 却反而铺满了白雪 一黑一白 恰如阴阳之两极 心心相印 在湖面的另一头 来自湖底的大量气体 竟在急速冻结时 被成片定格在了厚厚的冰层里 规模之大 分布之广 堪称奇观 此刻 在大兴安岭深处的巡路 必须不断地进食 才能获取足够的热量 他们最钟爱的石蕊 已被冰雪掩埋 每吃到一口 都格外珍贵 好在石蕊的生命力极强 冰雪之下的他们 只是暂停生长 口感和营养 依旧尚可 巡路的主人通常都要等到开春 才会返回 不过离开时 他们会在固定的地方 撒好石盐 每隔一段时间 鹿群就会凭着记忆 找到这里 刨开坚硬的冰雪 挺是主人留下的厚礼 这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季节 所有居民都需要抓紧时间 临海雪园中 还生活着数量众多的马路 他们的身材要比巡路高得多 其中的成年公路 即便在冬季 也保有漂亮的路角 事实上 鹿科动物 或许就是最能适应 极寒的动物类群 1969年 大兴安岭北端的墨河 曾创下零下52.3度的 中国极低温记录 2001年2月 人们在大兴安岭西北坡 记录到连续13天的 零下40度极寒 在海拔超过1000米的 汉马保护区 极端低温 曾低至零下49.6摄氏度 世界上最大的路科动物 驼鹿 就生活在森林的腹底 它们肩高超过两米 保护区内记录到的总数 仅有一百只左右 它们的存在 几乎把路科动物的 耐寒极限 推到了极致 就在酷寒笼罩的冬季 偶尔也会有惊喜 这是来自地下 断裂带的热泉 在大兴安岭西坡 即便遭遇零下30度的低温 这条流淌的小河 也不会风动 热气环绕 终成艺术 四月漫长的冬季终于接近尾声 熬过寒冬的黑嘴松鸡 启动了它们最隆重的演出 这是熊鸡寻找伴侣的歌声 很快 不远处的树梢上 来了一只添乱的 两只熊鸡 拉开架势 叫起进来 把握好节奏和音量 或许就是取胜的关键 不过赛事的最终结局 却与耐力相关 果然 对手认输了 长达八个月的寒冬 真的就要结束了 小紫雕看上去非常健康 严酷的寒冬 似乎从未对它造成伤害 紫雕通常都是独居者 春天是它们最浪漫的恋爱剂 这是一只熊性紫雕 小紫雕已经收拾好了自己的新屋 接下来就看是否有缘了 这或许是临海中最动人的一刻 多年前 它们曾是猎人追杀的目标 如今 随着保护的深入 它们的种群术 已得到恢复 只要来到这里 仔细观察 就有可能与它们不期而遇 四月下旬 大兴安岭中部的冰雪 终于开始融化 在山脉的北部 寻陆也变得活跃起来 不过冰封的黑龙江 还要等到五月上旬 才会化洞开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